香港的六四紀念館被強制關閉後 在紐約異鄉 中國海外民主派人士 重新高掛六四屠殺布條 讓紀念館在今年6月4號前夕 重新開張 永遠鳴記1989年 中共親手屠殺人民的歷史 我們在曼哈頓 在4月4日的祝賊展示 我的照片 是一位最想要的 再聚集在這裡 館內成列100多件 緬懷當年中國民運各項文物 當中30多項 還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當年 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食物 包含大屠殺發生時沾了血的衣服 如果你想要深深地理解釋 你必須知道1989年 中共的真正屬性 還有這台高速有應機 曾參與當年抗議的民運人士周峰所表示 大屠殺當晚 他是最後一批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看到同學扛著非常重的高速有應機 準備抬回去繼續戰鬥 34年後的今天再看到物品 感覺就像回到當年 快救護車 救護車 對比海外積極宣傳紀念六四 中國消息封鎖的徹底 連去年一度出現民眾掛布條抗議的 北京四通橋路牌也被消失 甚至在中國網路地圖上 也搜尋不到四通橋 全力防堵嗆襲事件重演 更誇張的還有中國遊戲玩家發現 任何含有習近平三個字的敏感詞彙 全被特殊符號替代 比如遊戲平局被系統顯示為米字號局 代表中國言論審查更緊縮 也反而引起更多人對六四感到好奇 試圖在被抹去的歷史中還原意思真相 現在新聞也要回應報道